欢迎来到美厅,退休以后一定要藏起三样东西,千万别让儿女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最近刷到一则热搜问题,当你退休了,你会怎样去过你的退休生活? 底下的回答感染了很多人,有人即使退休也不忘给自己找事情做,主动选择清闲的工作,生活更加自律,更注重饮食健康,也更注重身体锻炼。 有人则心态更加平和,还找到了自己热爱所在。 其实,退休后的生活就是我们给自己重启的第二人生。 有些计划要提前安排,有些事情得尽早准备。 最重要的是,记得藏好这三样东西,让你和儿女接下来的日子越过越顺。 一,藏起你的补偿心。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尝试自我的一部分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看着儿女从牙牙学雨到蹒跚学步,从懵懂青涩到成长成熟。 倾注了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父母不希望儿女过得平安顺遂。 我们总害怕自己以前吃过的苦,踩过的坑,孩子会再遭受一变。 于是,出于补偿心和爱护心,难免会忍不住多念叨几句,多提一些建议。 结果往往一不小心过了头,导致不能很好地和儿女分离开来。 现在到了退休年纪,就应该回归本心,以养天年。 尽早做好与儿女小家庭的分离。 不该帮的忙不帮,不用管的是不管。 藏起我们的补偿心,让自己相对自由,也让儿女尽早独立。 看过这样一则真人真事。 一对年过五十的父母,常年经营着一家废品回收站。 辛苦工作大半辈子,将儿子培育成大学生,自己也有了一些积蓄。 结果,儿子毕业后,谈了女朋友,打算在一线城市安家立足。 但苦于自身没有积蓄,和对象工资加在一起又太少。 考虑过后,儿子便向父母开口要钱。 一开始,老两口还有所犹豫,觉得自己快退休了,这钱可是给自己的养老钱和棺材本。 可奈不住儿子软磨硬泡,老两口还是掏出大半积蓄给儿子付了房子首付。 之后又在儿子一次次请求下,给他买车,装修房子。 尽心尽力,全力脱举。 一番操劳下来,看着儿子终于在大城市扎了根,儿媳也生了个大胖小子。 老两口心里松快些了,觉得总算可以寒衣弄孙了。 可日子久了,他们渐渐发现,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儿子几面,连孙子也没抱过几回。 问起来呢,就说工作忙,抽不出声回家。 打电话呢,总是没说几句就挂了。 每次过年过节,看到邻居家儿孙满堂,这对父母是又羡慕,又嫉妒,百种滋味交织在心头。 分享这个故事,并非是想指责儿女不孝,而是想给父母们提个醒。 习惯了伸手的儿女,就很难再用柔软的肩膀挑起自己那份担子。 人到晚年,时间精力都格外宝贵。 与其过度参与儿女的人生,不如把精力放到自己的生活中。 照顾好自己,就是少给儿女添麻烦了。 二,藏起你的攀比喻。 常言道,五十之天命。 意思是说,到了五十岁,基本上就清楚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 这并非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而是一种看得开放得下的豁达心境。 收敛欲望,修身养性。 而这欲望当中,最难也最要戒掉的,就是攀比喻了。 尤其是父母,在儿女上的攀比喻。 当欲望大过了自身能力,一旦得不到,就会对生活新生怨怼,以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状态。 六十二岁的张姐已经退休两年了,自退休以来,接触的人变少了,交际圈也大大缩小了范围。 身边看到,听到的,也都是些邻里邻舍的鸡毛蒜皮。 有一阵子,她看见小区里老姐妹人手一个金镯子,非常好看。 仔细一问,才知道要么是儿女孝顺给买的,要么是退休金高,喜欢带就入手了。 她十分羡慕,还有点嫉妒。 反观自己,退休金不多,老伴也不支持自己买,她便心里贩毒。 凭什么到这个年纪了,别人都有,就我没有。 潘比喻在她心里不断翻腾。 她开始跟老伴闹气,跟孩子折腾,把家里弄得不得安生。 最后,孩子为了安抚母亲,还是给她买了金镯子。 可潘比这件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难杀住脚。 闲来没事做,张姐总是惊天暗示儿子要买这个,明天要儿媳孝顺那个。 此外,还用贬低的话来打压儿子儿媳,总说人家后辈都给了长辈好多钱,体面极了。 慢慢地,儿子,儿媳心里对张姐有了意见。 有一次,儿子实在憋不住了,和张姐大吵了一家,并从家里搬了出去。 日子清静了许久,张姐开始慢慢反思自己。 潘比喻是无限的,只有家人的陪伴,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于是收敛了欲望,好好和老伴安度晚年。 李开复曾说过,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人的权势都不同,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 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要盲从信条,不要盲目攀比,你就会是最幸福的。 藏起潘比喻,就是在守住自己手里的福气,也为我们自己的晚年守住了尊严和底气。 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这是谁也夺不走的终生财富。 当你藏起了潘比喻,转而锻炼强健的体魄,培养积极的心态。 不仅身心轻盈了,生活也清明了。 3.藏起你的百烂性 有心理学家指出,人在退休后,生活节奏由原来的紧张,有序,转为清闲,松散,社交圈骤然缩小。 有时候,不容易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心里就容易产生一些落差。 严重的话,还会影响正常生活。 的确,如果不能规律地安排退休生活,很可能会陷入无序的混乱中,影响身心健康。 退休,只是代表我们工作生涯的结束。 不妨试着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终于有时间开启自己丰富的日常生活了。 人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生活有规律,心里有盼逃,日子才会生动有趣。 分享三个防止百烂新的方法,希望我们的退休生活都能多姿多彩。 1.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如果你认为兴趣与快乐属于年轻人,那可就错了。 热爱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 以前,人们退休后多半是下下棋,斗斗鸟。 有才华的呢,就写写字,做作画。 喜欢热闹的,就去跳舞,唱歌,旅行。 而现在网络发达,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新鲜信息,借此开拓更多的兴趣爱好。 去年10月份,上海16位退休阿姨因闲来无事,就组团自导自演,去横店拍起了《甄嬛传》。 他们平均年龄达到了62岁,最大的超过了70岁。 其中一位阿姨的老伴,还特意赶来饰演皇上的角色。 视频一经发布,就成功吸引了100多万播放观看。 很多看了视频的人都在底下评论,真心感受到他们的开心快乐,希望自己老了也能这么有趣。 且不说他们的背景身份,经济实力。 能够不顾他人眼光,迈出固有圈子。 靠近心里那份热爱,他们能体会的乐趣,一定比旁人更多。 人到晚年,不用再为后背忧虑不已,卫生剂奔波不停。 是时候,趁着还有冲动和时间,听从己心,让人生尽兴。 二、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际网络。 哈佛大学成年发展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研究。 造成人类幸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经过75年的漫长研究,结果发现,造成幸福唯一重要的因素是人际关系。 步入退休年龄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变小了,儿女也有需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庭。 如果不能维系稳定健康的人际网络,很有可能会陷入孤独、无聊的境地。 一位名为多肉不老松的网红奶奶,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谓是退休生活的典范。 每天六七点起来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和微信列表里的三百多位好友问好。 这些好友里,有的是她的老同学,有的是她的前同事。 光是这一动作,就能让她对生活建立一种秩序感,让她对一天的开始充满期待。 同时,确认彼此境况也让她得到莫大宽慰。 遇到生活的大小琐事聊一聊,还能驱散平淡生活里大部分无聊光阴。 对于身心健康也大有弊益。 人际关系之旧的大网,会在日常里稳稳地兜住我们,给予我们无限力量。 三,摆脱年龄焦虑,该打扮打扮,该玩乐玩乐。 不知道是什么约定俗称的规矩,进入老年后,但凡做点什么,就会被教育。 人上了年纪,就该老老实实,不要为老不尊。 一说起老年人的衣服,就是碎花,暗色细,宽松款,向同个厂家批发来的。 一谈起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就是打太极,爬山。 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太过刻板印象,有时反而会限制了退休后的丰富生活。 似乎进入老年,就该默契沉沉,丧失朝气。 资深演员吴燕淑奶奶,今年已经84岁了。 但只要有她出现的影视作品里,你总能被她反复感染。 或是出神入化的演技,或是精神局朔的面貌。 其实,这和她自身的积极向上不无关系。 她没有因年龄而限制自己前进的步伐。 认真拍戏之余,每天坚持做燕而飞,小步跑,平板支撑,日复一日。 如此,换来了身形轻盈的状态,完全没有暮年沉重的气息。 今年,她还凭借电影《妈妈》中的精湛表演, 获得了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主角。 所以啊,不必把自己拘束在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框架里。 当你经过岁月的历练后,留下的不仅有财富,有沉淀, 还应该有始终年轻的心态。 要相信,此时你的人生才刚刚重启。 四,退休后,最高级的活法是重启人生。 看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将出生的那一刻定义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 时光确实从我手中流逝了。 但如果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了自己全部时间的话, 那么,我一直都未曾失去过时间,而是一直在获取时间。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完整的人生旅程,更适合每个人生阶段。 比如退休,退休不是终点,而是人生另一阶段的起点。 不必沉眠于以往工作的每一天,取得的成就,或是那些念念不忘的回忆。 也无需太忧虑将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是不是有人陪,每天要怎么样填充。 不妨从现在开始,为获得的时间,努力生活,尽兴而归。 愿我们接下来的人生,能够健康顺遂,不同凡响。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